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个修行方式 那当然我自己本身因为也在每天练习静坐 所以每次坐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没有法师们教导 基本上我其实也会所谓的lost 所以偶尔还是要透过一些文章 或者是法师们的提醒 去让自己时时刻刻提起正念 怎么自我绝招 那当然今天还是会跟你分享的 就是在我们的幸运文章里边的 这个讲关于禅修的 那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聊禅修方法 这篇文章是这么样解读的 透过禅定的功夫 以显发我们的真如佛性 自来为各大宗派共行的修持法门 那禅观的实践 佛陀在世的时代 早已普遍的盛行于 当时印度一般的思想界 譬如六派哲学的瑜伽派 数论派等都非常注重禅定 那佛陀本身为证悟之前呢 也曾经过呢 六年禅定功夫的这个训练 最后是在金刚菩提坐下 进入无上神身的禅定之中 终于阅读明星 而证悟因缘生灭了真理 因此啊佛陀的成等正觉和禅坐呢 有着密切的关系 禅坐是误人彻见本性的药门 而达摩祖师啊 西来东土的时候呢 曾经独自一人 在松山顶上啊 面壁九年 在静静的禅坐中呢 度过了他的一生 从身体的例行实践之中 细细地咀嚼禅的真髓本味 并且把禅的醍醐妙味 辨洒于中国全土 因此呢 宋朝的弘志正觉禅师 赞叹他说啊 寥寥冷坐少林 默默全体正令 那宋朝的天童如敬禅师呢 受到禅坐思想的影响 极力提倡坐禅 首先提出直管打坐的见解 而日本的道元禅师 跟随他学禅 虽将禅师的思想移植于东营 而开创日本曹洞宗 直管打坐的独特门风 除了如敬 道元两位禅师的提倡打坐之外 当时更有洪志禅师提倡 莫兆禅 主张呢 端坐内观自信 以彻见诸法的本源 由于如敬 洪志等人的推红 那中国的禅风 遂从六祖会能以来 一向注重观照本性的心正 以便而围在赤肉团上 用功夫的身形 打坐 于是成为了禅门入道 不可缺少的实践方法 如敬禅师啊 在他的语录上说 参禅为身心脱落 不用烧香 礼拜 念佛 修颤 看经 直管打坐使得 那坐禅不是沉思冥想 更不是呆漠无为 坐禅有别于诵经拜佛 坐禅的人要抛弃万臣 心无旁骛 一心以禅坐为最高无上的安乐法门 仿佛回归自己本家一般 安然地稳坐于自己的法性之坐上面 和十方诸佛一笔口出气 遨游于法界性海之中 那禅坐最终的目的 在求得身心脱落 把我们虚妄的分别心脱落尽尽 甚至连佛觉悟的世界 也当地无遗 而禅师们在寂寂的古叉 鸟鸟的烟火中 一只香一只香得打坐 将他们的生命投注于禅坐之中 目的就是希望把动荡的身心 虚妄的世界作断消灭 在永恒无限的静坐中 将清静的本心流入无限的时空 而达到不迷不悟 完全解脱自在的境界 那我自己本身呢 也是可以分享自己的一些小小心得 当然呢 我这个就是半桶水出家 就是在禅修的部分 那其实我的禅修方法真的很简单 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那一刻 我就什么都先不做 就是先静静的坐着 然后呢 当然就是盘腿而坐啦 然后就关呼吸 关呼吸静跟关呼吸出 那基本上呢 我自己本身的安排 就是会在床边 可能就是那个 准备一个普团 就固定的那个位置 就是我静坐的位置 那其实 每天早上起床必做知识 以前那可能坐个十分钟 十五分钟 就觉得啊够了 后来呢 就慢慢增加那个长时间 就是说变成三十分钟 现在呢 可能有时候一早上起床 就是一坐就是四十到四十五分钟 那常常呢 就必须说 如果说早上我要提早出门 就是工作的话 我就必须提更早之前的起床 其实这个也是考验自己的自律了 我觉得说 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学习过程当中 这几年下来 我发现在观呼吸的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还是生起很多烦恼的 然后有很多的那个 别人的对话啊 或者是一些放不下的事情啊 会在脑海中盘旋的 但是我就是在那个当下呢 去练习 好吧 我就接受这些烦恼来 然后又接受这些烦恼会去 他就是这样子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也验证了那一句话 烦恼起也会烦恼灭 所以呢也在学习 怎么去看着那个烦恼来 也怎么看着那个烦恼走 对 其实这是长时间 让自己的身心放松之余呢 基本上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 就要比如说 如果说当天 我真的不小心睡不醒 迟了 然后就必须要 所谓的偷懒一下 没有静坐 然后就要开启一天的生活 我就是在那一天啊 我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就觉得好像少做了一点 什么东西一样 所以我后来发现 其实它是必须要靠练习的 当然你不需要说 一下子就要 一定要做个30分钟 一个小时不用的 其实静静地坐着 5分钟 10分钟 你会慢慢开始体会到 什么叫真正的静坐下来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都得以放松 所以我还是觉得啊 禅修这件事情 或者是静坐这件事情呢 它真的就是 那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你真的要自己 亲身地去体验一下 当然在这个静坐过程当中 真的是什么都不做 也不能看手机 也不能被手机的那个 notification的那些音效呢 给打扰你 是否则你 你就会比较难静下来 当然如果说问我 静坐对我的生活 甚至对我的人生 有什么样的好处 我只能说我在这些年哈 自从开始静坐之后 我最大的改变 就是我在生活中哈 跟人对话也好 做事情也好 思考也好 我最大的那个收获 就是我时时刻刻 能够保持觉察的这个心 也就是说去对峙 我应对生活的那种焦虑感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在赶时间啊 匆匆忙忙的啊 整个那个情绪很暴躁 然后起伏不定 但是我发现 当我去觉察 我有这些情绪的时候 我就是这些起心动念 我看得见 所以看到情绪的时候 基本上呢 在下一刻 其实这个情绪的那个 我们讲如果说是生气的话 它的那个冲击力 就会比较慢慢消融掉 当然我不是说 我看到了之后 我就不会生气 不是这一回事 而是我看到了 我感受到了 我就跟自己说 嗯 真的 我在生气 我接受了我在生气的 这件事情 这个情绪 那慢慢的我就发现 诶 我生气的那个时间 会从可能以前 要七个好几天 甚至一个星期 到后来可能就是 变成一天 可能就是半天 可能就是这一刻 我很生气 可是可能我 转个头喝个水 上个洗手间出来 我就不生气了 对 所以变成 我觉得说 这个禅修的方法 对我的人生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那个影响 是好的影响 所以我也希望说 透过的这个节目 佛说人间佛教呢 来跟大家分享 禅修的这些 妙用之处 我们下一期 继续再探讨 就让我们一起学习 将佛法生活化 生活佛法化 欢迎你分享 我们佛一Podcast呢 给身边的人 祝愿我们都 发起充满 福会增长 佛说人间佛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